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UNISAM这家公司 以高调结束它整体的业绩 让我们来闲聊UNISAM这家公司 UNISAM这家公司呢 最近出来的业绩呢 是高于Hong Loan Investment Bank 而且符合它的共识的 在2022财政年第四季度的核心盈利 为6900万令吉 环比增长20% 同比增长18% 促使到整个2022财政年 营业额是达到47亿令吉 同比也是增长了24% 超出投行的预期 但符合华尔街的全年预测 分别为104还有107个百分 积极的惊喜是由于DNA低于预期 在2022财政年一次性项目的亏损呢 是增加了390万令吉 库存减计是增加了92.1万令吉 收到的补租金收入呢 是减少了97.4万令吉 和终止营业业务的利润呢 是减少了1.42亿令吉 在股息那一方面呢 UNISEN也大方的批准了 第三次零食免税派息 2.0元 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呢 也是2.0元 于3月10号除息 2022总财政年派息0.6 而2021年呢 也是一样派0点 Quarter to quarter的对比 得益于有率的外汇 在2022年第四季度呢 对比4.56 对比2022年第三季度4.48 是有一些的差距的 由于销量的增加 销售额增长了3个百分 以美元来计算的话 销售额也增长了1至9900万令吉 反过来 由于EBITDA的利润率 增加了1.4个百分点 核心盈利越升20个百分 至6900万令吉 同比来说呢 在美元走强之下呢 2021年的第四季度 原本是4.18美元的支撑之下 较高的平均售价的推动之下呢 UNISEN的收入也上涨了6个百分 以美元计算呢 其实下跌了3个百分 尽管DNA走高了4个百分 但由于EBITDA的利润率 增加了2.6个百分点 所以呢 整体利润还是增长了18个百分 年初至今呢 传出相同的原因呢 收入和利润分别增长了14和24个百分 至18亿令吉和2.47亿令吉 对于UNISEN的操作呢 你看它的尘突 晶圆 突快 组装和测试方面的使用率呢 仍然居高不下 3期的产房建设完成 开始对设施和接近式呢 进行鉴定 以保组装和测试呢 受到较软的磨滋身的影响呢 物边的产房建设也进展顺利 预计将在2023年第二季度完工 整体对于UNISEN的整个outlook呢 其实预计呢 将在2023年第一季度呢 以美元计算的话呢 其实环比下降10到15个百分 原因是呢 别信库存调整 第二呢 由于春节假期第一季度的工作日 是有所减少的 整体对UNISEN这家公司的一些展望呢 就根据上述的偏差调整了一些模型 反过来呢 对于2023到2024财政年的partame呢 预测分别修整了 在2023年是完全没修整 2024年呢 是修整了上调四个百分点 尽管目标交为3.39令吉 之前呢 为3.38令吉 但由于上行空间有限 跟2023财政年每股盈利的 P ratio 22挂钩的话呢 从买入的评级下调至 后持有的评级 尽管存在着贸易战和COVID-19的不确定风险 但是UNISEN前景有所改善 原因一呢 就是他关闭了亏损的八弹岛工厂 第二呢 就有利的外汇 第三个 就与TSHT呢 逐渐形成协同的关系 还有第四呢 UNISEN的健康资产负债表 在此关头呢 Hong Leong Investment王认为 UNISEN的回报呢 是属于balance平衡的 但这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哦 但是UNISEN呢 整体的成长呢 是比较balance化的 并不会有大幅度的上下调整 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